增江南区淡巴汉范围的400户居民 今年1月和2月期间 陆续接到市政局的搬迁通知 当地居民曾在本月1号和市政局及相关人员开会 希望能等到新的人民组屋完工后再搬迁 不过最终这个要求被回聚了 陪同居民召开记者会的甲冻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于宝平说 其实涉及的地段达76.6英亩 发展商大可以先在已清空的地段新建人民组屋 用来安顿原址居民 预计只需要5到6年的时间 居民也决定在3月22号到吉隆坡市政局 向联邦直辖区部部长东顾安南提出诉求 希望能留在原址直到发展商之前承诺的人民组屋竣工再搬迁 说要取我们的那个组屋要给回我们的 然后到今天一根猪头都没有看到 OK 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在新年期间 他来一个notice给我们一个月的时期 然后就是要跟我们整个村烧到完 这个是对我们真的是很不公平 因为不是我们要求是你自己承诺 发展商自己承诺 市政局自己承诺 市政局在最新的回函中 也允许没持有土地零食使用准证的守护居民 以4万2000令吉购买750方尺的人民组屋单位 每个月为居民提供600令吉 直到房屋兴建完毕 也允许第二户家庭以20万令吉 购买800方尺的组屋单位 不过有居民认为 这笔钱并非每个受影响的住户承担得起 居民也强调并非要反对发展工程 只是要在短时间内要搬迁实在困难 因此希望能找到一个双赢的模式 八度空间张一会吉隆坡报导